無論你想露營時跟朋友看一套電影 還是睡覺前看Youtube片 小小的投影機絕對比電話或Tablet更好的選擇 就像我今次要介紹的這部BenQ GV11 小小的它 方便易用 放在哪個位置都可以投射到畫面 適合帶出家用或放在睡房 在這裏再一次多謝大家對Karen的支持 接下來我們會拍更多不同的主題 所以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Follow我的Instagram 說真的 收到這部BenQ GV11的時候 我真的嚇了一跳 因為外形這麼特別的它 解像度竟然只有480p 在2023年來說這個數字真的有點低 但試用過之後 我發現這部主打輕輕便攜的投影機仔 其實有幾個位置都做得比同類型的產品好 都蠻值得拿出來跟大家說說 這部機第一個最抵賺的位置 就是它這麼特別的機身設計 只要捉著機頂這條繩 你就可以很容易調整到部機的角度 配合自動對焦和自動垂直梯形校正功能 每次開機看片很快就可以調得對的畫面 你不用用腳架 亦都不用特意找些東西浪起部機 不過最棒的是它的轉動幅度有135度 你就可以將畫面投射到天花板 讓你躺在床上播劇看起來都沒問題 而在規格上 GV11的投射比有1.3 流明有200 在關燈的情況下 2米距離 可以投到一個不錯的70吋畫面 如果大家想著把機放在床頭 射到床尾的話都不成問題 另一個抵賺的位置就是GV11的聲音表現 因為它是用了Trivolo的喇叭 左右兩邊和底部都會發聲 就可以做到270度的環繞音效 令整個音場更加立體 看起來都可以更加有包圍感 而最方便的是 它還可以當藍牙喇叭去用 只要按機頂這顆小 就可以連接電話去播歌 實行一物兩用 如果去露營要看電影聽歌 就不用額外帶多一個speaker 而講到方便 這部機有另一個位置做得不錯的 就是它內置的Android TV 亦都會支援AirPlay和Creamcast 想看影片的話 就不需要下下駁一條HDMI線 這部機直接安裝Youtube或者Disney Plus 又或者是把電話畫面射上去就可以了 另外提提大家 GV11跟機會送一個收納袋 讓你把遙控、充電器放進去一次過帶出街 而它亦都會支援電話操作 所以如果真是帶流遙控的話 都可以用電話頂住 至於接口方面 這部GV11有HDMI、USB-A 無論用家是駁電腦、遊戲機還是USB手指 一樣都沒問題 最後就是續航力方面 GV11最多可以播到240分鐘的歌 或者160分鐘的片 對於細機來說都算很不錯 當然如果你覺得不夠用的話 都有方法可以給你搏著的尿袋去用 我們之前都講過一次 詳情可以看右上角這條片 總括來說 今次介紹這部GV11 都是一部挺有特色的投影機仔 它蠻適合一些臨分之前 喜歡看影片的朋友 買來放在睡房 當然一些會帶投影機出街用的朋友 亦都很適合買這部機 始終它輕巧得來 功能齊長 都是一部機 可以給你一個完整的觀影體驗 你們又覺得這部GV11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下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 share給朋友看 千萬不要忘記我的Instagram 我們一有新片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次再見